大家好 我是Tin哥 我是小石 欸 你今天要找我錄什麼 欸 你的iCloud是不是很久沒有清理啊 是不是要滿啊 你說我有iCloud嗎 對啊 你的手機容量 iCloud 我愛Cloud 我看一下 你老爸的iCloud裡面很多 滿的不得了 照片 好 那我現在教你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清理你想要清掉的東西 你要不要學 剛剛的回答 1要2 不要 欸 這什麼答案 好不好 我要 好 欸 你剛剛講iCloud 我特別還點進我的iCloud看 因為我iCloud我是有多付費 看得出來 你容量超大的 我是iCloud Plus 我的iCloud有400G 可是你看 我用到現在也用了219.9G 很多 尤其是照片很多 你都存了什麼到底 我都 我全部都是存我女兒的照片 我女兒的照片 看我的照片 你看 我照片其實很多都工作都錄影的 欸 這什麼 欸 這什麼 這什麼 你問我在煎蛋 因為我們這個照片是 我在側拍我們之後要上的新的企劃 而且這7號我是冠軍 就要結束回家睡覺的時候夢到了 那你為什麼想要教大家清iCloud 可是因為大家應該都有這個困擾吧 就是東西真的太多 我讓你如果又沒有就是升級的話 對 然後又想要清一些東西 但你不知道從何下手 那我們換問導演 導演那你的iCloud呢 iCloud我沒有在用欸 你沒有iCloud 我沒有在用我的iCloud 那你都用什麼 我想要知道 你沒有用iCloud 都用什麼 沒有沒有錯了 我的問法錯誤 對不起 張嘴 我的問題是 它手機是64G你知道嗎 真的 那你還沒有iCloud 上一支是64G 這支好像是128G 他在拿到128G的iPhone12 mini之前 他只有64G 而且他說他64G就非常夠用 真的很厲害欸 他是邊緣的人 他真的是 你是不是覺得 他不需要有一些聯絡人跟照片 他連APP都下載很少 對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有偷看他手機嗎 對 我上次有偷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手機 這裡這裡這裡 他是50GB的iCloud 所以大家要去看一下 你們的iCloud目前是多少 你iCloud是50GB 然後我看一下你 欸 很多啊 所以你今天教學 我看滿了欸 我等一下是為了你而教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教學 好 OK 各位 現在又剩我一個人 先跟大家講 這個iCloud的清理 是清除你不要的東西 他不會幫你另外增加容量 他只是把你不要的東西 我教你在哪裡可以把它清掉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開始先到設定這邊 然後在你的頭貼這邊 點進去 就有個iCloud有沒有 然後我這 我這隻手機是公司的手機 所以他只有5GB 然後他現在已經差不多 基本上滿了 OK 那你進到你Apple ID的iCloud裡面之後 你就會下面發現有個iCloud同步 那就表示你這些東西都是有在你的iCloud上面來做同步 你就可以選擇要不要把它關閉之類 那如果你沒有關閉的話 我接下來就會教你幾個方法 讓你可以清理掉你不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在哪裡清理 好 Go 好 讓我們第一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先到你的iCloud備份這裡 這個綠色這個 然後按進去之後 你看它下面就有你所有裝置的備份 那如果另外的手機或者是你的iPad 都有在這個iCloud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刪除某一機上面的文件 好 那你就按這個關閉並刪除就好 然後它就會讓你釋放出更多的容量 好 那第二個地方可以刪除的地方 就是我們找一下訊息 訊息其實有超級多這種貸款啊 還有什麼詐騙這種訊息 你就全部把它刪掉就對了 這樣也會有新的容量 好 那還有哪裡呢 這個照片這邊 這個相簿也有最近刪除 這裡其實你不要的話 就可以趕快把它刪掉 跟重複項目 就它現在蠻聰明的 就是你有重複拍到什麼的話 它就會顯示在這個重複項目裡面 那這個當然你也是可以選擇刪掉 刪掉重複的 好 然後再來到我們的郵件 這個收件夾這邊 你不要的訊息 你的email也都可以把它刪掉 那還有檔案的地方 檔案它有一個iCloud雲端 跟我的iPhone 那如果你的檔案 你存在雲端 但是它滿了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複製到下面這個我的iPhone 就等於是電腦的本機的概念 就把它複製到這邊 然後你iCloud這裡也就可以刪掉了 最後 設定還有一個iCloud雲端硬碟 在設定裡面的這裡 iCloud雲端硬碟 那管理儲存空間這裡點進去 看一下你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已經容量超標的 你就可以選擇 要不要把它刪掉 那因為我現在是0KB 因為這支是公司的手機 對那這以上就是我提供給大家的 你可以選擇要從哪裡開始 刪除你的空間清理 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 進一下結尾 來啦 我覺得實用 是不是 我覺得你在我們公司最大的進步 就是很會教小技巧 好像是 問你啊 但我想問 你教了那麼多袖子的小技巧 到現在為止 有哪些是你自己真的都有很常用的 就是有一個袖子是專注設定 就他讓你那個手機的這邊 對 有一個愛心 有個愛心 那個你常用 那個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會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鎖定畫面 鎖定畫面 對 他把這個鎖變成蘋果 蘋果的 那個你也常用 我覺得不能再多講下去 我們現在是拍一集圖一幾小時的手機 很煩 看他到底交了袖子那麼多 然後用到哪一下 那我就很坦白告訴你 差不多這兩個 回數了 等一下 那我們在我們在片尾 把這兩個袖子也放上來好不好 因為剛好是你常用的 因為有些是這樣 就是教了小技巧 但自己不會用 但是我必須說 有一些還是很想實用 但只是因為我不是一個 就是很會用3C產品的人 所以我對手機比較大的改變 都是外觀手 你錯了 你在我們現在大眼裡是小技巧老師 也是因為我有去研究才那個 小子 你現在在朋友圈裡面 是不是大家都認為你很懂3C 大家會不會問你說 這個手機可不可以買 有沒有人這樣問過你 你附近的 我們在印第之前我想問他 是有這樣 而且有幾次是 就是我朋友說 你知道現在這樣可以這樣嗎 我就說我知道 而且我還拍夠 這樣子 有沒有人問你說 因為他知道你可能在我這邊上班 然後問你說 這個手機可不可以買 這個家電可不可以買 有沒有你周邊的朋友 有問手機的 家電比較沒有 有問手機的 那是什麼 問說要不要換14 iPhone14 問你意見 問你意見 你怎麼會當 但我沒有很專業 我真的覺得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 一直說什麼沒有Type C 所以我就想說 也許你可以等15 如果還可以用的話 我沒有騙你 他的答案其實蠻專業的 可以啦 好 而且我覺得下次有這種情況 你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時候 call你老爸 我問問他 你老爸決定秒回你 如果是你的話 我會秒回 如果是他的話 明天再說 好啦 大家有想要小時 來教大家什麼小技巧 Apple Watch 筆電 手機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另外 你對我們這些小技巧的教學 有任何的意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小時都會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家你們知道我時間旁邊這個愛心 因為專注模式設定出來的嗎 那我教你怎麼設定 好 首先我們往下拉之後 就有一個專注模式 然後我們可以新增 然後這裡就可以自訂 然後你可以選顏色啊 什麼的名稱都可以 那你可以把它定一個名字 然後下面有超多可愛的icon 那譬如說我想要愛心 好 然後允許了聯絡的人 你可以全部都夠 然後這樣就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OK 這個巨石小心打開 這樣才能收到通知 好 OK 然後我們也可以下滑 這裡它就會出現了 這樣就打開了 你看這裡就愛心了 是不是很可愛呢 好了 掰掰 哈囉大家 你們有發現我鎖定螢幕的鎖 變成蘋果了嗎 你們知道要怎麼做嗎 我來跟大家說 OK OK各位 那一樣到我們的設定裡面 有個背景圖片 點進去 有個深色外觀會 調按背景圖片 把它打開 然後再到這個桌布的網站 然後我們會提供連結 在下面給大家 然後選擇你的規格 你要記得要選喔 因為大家螢幕尺寸不太一樣 然後你就選一個你喜歡的桌布 譬如說我想選這個綠色 按進去之後長按 它就會加入照片 OK 然後你就發現了 相簿裡面就有啦 然後就跟一般的設備景一樣 設定 設定鎖定畫面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嗯對的非常準 看來有沒有 就是這樣啦 掰掰 然後就像是眼淚 說的 在那裡 往下 在那裡 走一個 就是這樣 流石